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Bruno 和大家介紹這次的郭靖 絕對不是金融名署的射雕英雄主中的郭靖 這是正式授權的產品 叫做Anytime Animation Studio 的作品 這個嚴格來說也不只是內地牌子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精英在當中 正式授權就是金融和李子清先生的名學出版社 另外這個造型也是跟李子清老師的水墨畫筆下的少年郭靖 射雕英雄主中的少年郭靖 所以你不會覺得像是一個王日華 還是誰誰誰的郭靖 這個純粹是水墨畫筆下的郭靖 會不會來到更加好呢 我也會覺得有可能 永遠就是我們會跟我們的電視劇 我們的年代電視劇掛勾 所以會記住某某演員的樣子 或者大明星的樣子 但其實那個是不是金融先生筆下的郭靖呢 我覺得每個人的觀感不同 但這個從李子清老師的筆下再演變成一個作品 我覺得脆味上或者感覺上是一個清流 如何清流呢 大家知道問題是 你覺得它沒有那麼軸套 但又不會太過簡潔 Anyway 我廢話少說 直接說一個開箱的1比6郭靖 射雕英雄轉來自一個正式受見的射雕英雄轉 少年郭靖的figure 輕輕簡介一下包裝 包裝是比較簡單的 不是很闊身的1比6盒 比較窄身一點 大概有6至8吋闊度 長度一定過12吋 不用說因為裝過12吋公仔 是實物的相片觀圖做封面的 其實為什麼不用圓畫去做一做 後面有一個暗花的 不知道會不會是放一個似乎 似乎不是 似乎好像是個... 有沒有看錯是龍的影 Anyway 不猜了 要看背後 射雕英雄轉 元柱金融 李智青武俠 正版授權 限定品 居民數量真的不多 幕後的生產班底 大家不需要擔心 不是新公司 完全是老公司 做了很久很有經驗 反而是造型你喜不喜歡 這是另一個故事 底下看到很清楚 2023年明河出版社 正式授權 李智青 Anytime animation studio 好 原裝正版看東西 好 平實的包裝 沒有什麼特別 不是那麼少東西 都是雙層 或者其他配件 配件呢 如果有看Toys TV 就知道絕對足夠 這六隻手 就不是很多兵人 即是循例地搭六隻手刑給你 這個真的有想過 和安排過 是做一些古典的手法 手刑 下層武器庫 有弓 有箭套 有箭套 有一把屠龍刀 幻刀 這把幻刀應該是蒙古的幻刀 金刀駕馬幻刀 因為少年郭靖 已經和蒙古的公主 好像有婚約 先看頭雕 頭雕 頭雕 有個雞 這個人樣 絕對不是超像真化 立像級那些 因為它是水文畫的造型 所以看到線圖是簡單一點 其實整個造型 都是簡樊一點 但簡樊得來 像我們一些古典風 尤其是六七十年代 那些你們不懂的 胡金泉 鄭佩佩 那個年代 那些武俠片的衣服服飾 但是那個年代 是不是不考究不準 我覺得不是 反過來 我覺得香港的服裝設計 電影電視服裝設計 去到八、九十年代 應該是巔峰的 即是在美觀和考究裡 是拿到一個很好的平衡 好了 有個計 應該是宋朝人 所以這些計很正常 當然天氣近蒙古 所以冷一點 你見它簡樊得來 其實也有些瘦花 就是這裡有些瘦花位 那些衣服 那些毛毛位 就用毛毛去做 但這些當然不是真的Fur 因為Fur已經禁止了 用很久了 大部分地區 沒有人用Fur 真衣服也沒有用Fur 好 這個樣子我覺得像某個明星 但無論如何 微青木手這樣不錯 如果這樣描述 我覺得也是OK 一個十八、九歲 或者十六、七歲的年輕人 一個華人男子 我覺得這個樣子做得OK 當然一定不是那些 紫細度 好 服裝也講過了 皮帶 腰帶 腰帶 有些精細的 模仿銅製的扣 和裝飾 古代很多時候 武俠 會手前大 其實可能很多工匠都會手前大 因為他們穿的衣服 是有袖 如果大家要理解中國服飾 其實有些朝代是闊袍大袖 但當你要幹活的時候 做了一會就會摘回來 所以這些通常武俠人士都會這樣摘回來 所以都很合情合理 雖然我自己沒有對時裝 或者古代服裝 甚至考古學有什麼特別的心得 但是 短這個邏輯體 都非常合適 這些鞋子 真的像那些 我們看到在粵劇 和戲曲 裡面那種 古裝的中國鞋 不過看一些古畫 也是一樣的 所以 中國的古人 不是穿Like 有Air 或者是很厚的底 所以 也不會有幾千年文化 也不會有足夠保護力的鞋底 是被人穿的 我相信 所以有些鞋底是不奇怪的 這個也是做了一個很平實的做法 沒有特別將它弄高跟 好了 看完頭雕 服裝 身形比例 這個身形比例 也是一個Slim 不會很大隻 但又不會很瘦 一個男子 好了 先看看配件 第一層配件 原來有這本 韓龍十八獎 所以剛才封面的盒面 其實應該是一個龍來的 每一頁都有不同的動作 每一頁都有不同的動作 沒有偷雞的 看看這六隻手 這些 真的像拳手 即是手指是勾出來的 另外有兩個武器手 左右是持有武器 因為它要持有刀 持有刀 持有刀 持有劍 另外 傳統武俠 我覺得有這個獎 絕對是正確 不一定是合掌 這個是像一出招的 通常都有掌法 所以有這個獎 我覺得很好 這頂帽子就是大幕 北方用的皮毛毛 當然這不是真皮毛 如果戴上去 其實它的刀 連同都不太刀 不過拿走的刀帶 相對就好一點 可以貼一點 好了 看完主體 服裝 一些配件 看另外一組配件 就是武器配件 先看一把 第一個武器 這個真的是屠龍刀 原來 另外的版本 是騎馬版 甚至是耳天劍 整把金屬造的 裡面的黑紋 以及細節上的黑紋 例如刀印的位置 黑色浮雕 我覺得做得剛剛好 即是不太誇張 又不太簡化 小時候都玩過 七八十年代 即是廣晚的刀刀劍劍 那些就誇張一點 而且細節是粗一點 但太幼細 又和公仔 和1比6人樓 的情況 會有些脫節 我覺得現在的配置 我覺得都適合 不會有太複雜 因為它是比較實在 我覺得是貼地一點 處理造型 這把刀應該不會太多花效 但就很... 很... 硬正的 嘩 越大聲 好了 說到射雕英雄主 為什麼沒有弓呢 這把弓 禮牌的橡筋 就不會缺少 這把弓 材料摸下 都像是用金屬造的 當然實物當然是木 但沒必要 適合小便行 講完弓 必須有箭 箭 箭 三把箭 當然不是那個故事 三把箭都是金屬造的 為什麼用金屬造呢 很多時候金屬造 開模型的成本 略為便宜些 對於不是超級量產 都是一件好事 對玩家來說 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影響 反而精細度不會差 因為只有金屬處理出來 細節很好的 反而是要兼顧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弄爛它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劍套 應該在那個年代是皮和木造 但這個就用膠去處理 沒問題的 只要刺就行 好 有些紋 去到這個 如果是金刀斧 或者是和元朝的一些王族有關係 應該裝備都不會太肉酸 如果我沒有猜錯 這就是金刀斧馬國的刀 這刀應該是 是皇帝給他的 定情信物 這刀 這個影法不錯 光線 光亮點 好像那些 不是現在我們拿出來的光刀 是完全無瑕的 這刀是有金屬的感覺 但又好像打鐵打出來那種 古代的刀都是這樣 應該是不會太平均的 刀面 這個應該適合 我覺得 有龍的 雕刻在劍柄上 應該是皇族 這個就是蒙古彎刀的 刀超 這個彎的 這個用膠做而已 應該是在我們腰帶上 有位置可以吊起 它可以吊在身上 都是金屬的 整把 武器講完了 而今集都差不多了 喜歡我的頻道 和喜歡我的節目 不妨你都讚好它 和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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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